一位網友在觀看鋼鐵人的木偶花絮時 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片段 在畫面中,攝影師一邊操作錄影機一邊使用電鑽 而電鑽跟錄影機則連在一起 其實這樣的攝影技巧並非新奇的事 在1998年的電影《搶救雷恩大病》中就出現類似的手法 該手法的目的是為了呈現激烈抖動的畫面效果 攝影師將電鑽綁在錄影機上 利用電鑽的離軸轉動來產生自然的光學效果 而不需要依賴後期處理 開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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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